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节目 在这期节目我要跟大家谈一下 悉尼和摩尔本 两个城市在买房的国际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以前的我一直想搞明白这件事情 但是我发现没有人出类似的节目 当我实际在两个城市不同的地区去采盘的时候 我发现这种节目不能出 因为出了会得罪很多人 既然我喜欢说大实话 得罪人的事就由我来做 悉尼和摩尔本买房有什么区别 咱们也不卖什么官司 第一个区别是在摩尔本买房 摩尔本普遍公寓是不保值的 悉尼的话有少数的区域公寓长得还不错 甚至比house长得还好 比如像Mangley 比如说像邦代 邦代beach 比如说像Carrie Bailey 它的公寓涨幅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摩尔本的公寓涨幅特别的不好 哪怕说你去什么这种区 像什么Shenkuda Brighton Melvin Turak 那些领级好区 你买公寓 它涨幅依然是非常差的 可能15年都翻不了一倍 为什么摩尔本会有这样的原因 第一点 摩尔本的供给是非常多的 摩尔本造了非常多的公寓 CBG就有10万个 就是未来有10万个公寓 在悉尼很多好区 比如说像Mangley 邦代beach 这些区的话 目前只有存量市场 没有增量市场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区大部分的公寓 都是大概是三四十年前建的 目前来讲的话 已经不会再出新的项目了 而且现有的这些项目的话 它的楼层都不高 只有大概三层左右 但是你像摩尔本 很多区像Brighton Shenkuda 然后类似这样的区的话 它不但存量很大 而且增量也很多 你现在比如说去Brighton 就是人说墨尔本版的邦代beach 你去搜索他们新房源 你会发现那里面 现在还在建很多的楼花 所以在供给方面的话 墨尔本每个好区都有公寓 这些公寓还继续有供给 然后还在造 所以这点跟悉尼是不一样的 悉尼很多区的话 公寓已经不再造 比如说Mangley和邦代 这个我说的 还有一点的话 悉尼人对公寓相对来说 更认可一些 墨尔本不是那么认可公寓 你比如说悉尼的话 无论是从市区 一直延伸到 就是三四十公里以外的 Brighton 然后Paris 它都有公寓 而且很多公寓都是四五十年前盖的 也就是说住公寓历史 在悉尼已经延长很长时间 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 而且悉尼有很多移民 这些亚洲移民 本身在亚洲的时候 住的也是公寓 但是墨尔本不同的是 墨尔本普遍的公寓 就是在市区的话 十到十五公里左右 这个范围 普遍十公里 你到了远郊的时候 就十五公里以外 基本上那些区就没有什么公寓了 都是townhouse 是吧 所以说墨尔本总理来讲的话 就是说 富人住house 然后中产住townhouse 只有真的是非常穷的人 才会去住公寓 但是 像在悉尼 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 而且像悉尼有些区的话 他这些区的公寓 已经比house还要贵 当地人就喜欢公寓 而不喜欢house 比如说像firelight 公寓其实当地你去查最贵的房子 其实是公寓 好 这就是悉尼和墨尔本的第一个不同 所以在墨尔本 我是绝对不会考虑公寓的 我认为所有所谓卖公寓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割韭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的话就是 墨尔本的townhouse 它保值性能也不如悉尼 为什么会保值不如悉尼 这个其实还是要回到供给 供求关系的问题 就是说 墨尔本所有的房子 它都有一个棕领 就是它的规划 墨尔本几乎所有的房子 都是GRZ棕领 就是general residential棕领 就是墨尔本的话 几乎每块地 理问上来说 只要面积和钱宽够的情况下 都是可以盖townhouse的 但是在悉尼的话 完全是不同的故事 悉尼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以公寓为主 我们解决居住需求 是以公寓为主 墨尔本解决居住需求 主要是以townhouse为主 所以你看悉尼的话 它能盖公寓的Glee是R3 就是叫median density zoning 这样的Glee 在悉尼其实说实话 并不是很多 政府一直想说 这几年来增加townhouse供给 但是很多区域都很反对 所以你到市区来讲的话 我们在市区10公里范围之内 主要其实就是公寓和house 真正悉尼townhouse比较多的区 一个是山区 比如说像什么Cuzzle Hill 这像Bong Hill的盖的townhouse比较多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Marsville 1.45 Iping这边 townhouse会会多一些 只是说 悉尼就是某一小部分的区域 它的townhouse多一些 政府规划一些 它不像Murban Murban的townhouse 便可以开花 哪都能可以盖 哪都盖一大堆 后来有很多 就是当地的一些开发商朋友跟我说 他们有的盖个公寓之后 干脆就卖不出去 像他们有人在什么 Spareville 运南区弄了一块 盖了25个townhouse 结果根本就是卖不出去 就是花了大概四个月卖出三套 结果两个买家还毁约了 整体来说 Murban的townhouse不是特别的保持 除非可能是在那种比较稀缺的区 我觉得比如说像什么 Kew Melvin 有点可能性 但总体来说的话 它这个townhouse我也不会去选择 这是我觉得悉尼和Murban比较不同一点 像悉尼的话 有些区townhouse增值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它的供给也是零的 比如说像什么Camry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像什么Viverton 然后Wastoncraft 这种区的townhouse反而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点的话 就是说悉尼总体来说的话 有那么几个区 公寓和townhouse涨幅 其实都是不错的 但是Murban总体来说 townhouse和公寓都不是很给力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Murban和悉尼比较不同一点 就是Murban的话 它的房子普遍都有开发属性 很多在那边真正炒房的人 就是走的是一种开发物线 在Murban其实有头有脸的人 搞房子的话 基本不是盖duplex 就是盖townhouse 但是悉尼很多人的话 他买房子就是找好离德尔去囤房 甚至只是说稍微装修一下 做精装修这种东西 所以在策略上的话 Murban的人 我很少听说是那种什么 咱们买七八套房子囤着 很多都是咱们买房子开发 建什么townhouse 建这种duplex 然后建完之后 咱们卖几套 然后留几套用卖的钱来还清这townhouse的钱 吃被动现金流 普遍是走这种物线 这个也是跟悉尼跟Murban的不同 第四点 就是悉尼的 因为它的河还有水 这种特别多 比如说南边有轿直river 还有什么Port Hacking 然后的话 北边有Lanco River 中间的话有Paramata River 还没有外海 也就是说悉尼挨水的区域比较多 这就造成了悉尼有很多区域离市区很远 然后它的涨幅其实也是不错的 我们常说南区不好 但是南区像Cornada 它是南区在南区的海边区域 涨幅也不错 然后的话 你像这个 我们说这个Bansan Council 我们也不喜欢 这个区的话 很多中东人 然后黑帮之类的 但是你看 埃尼教治river 那个Chipendale Eastern Hill 长得也其实是OK的 它这些区域都是淋着水 但是在Murban是不一样 在Murban的话 它就是分为东和西 还有北 总体来说的话 就是Murban的西边涨幅不是特别好 像悉尼的话 不管哪个方向 总有一些长得好的 但是Murban来说的话 西边涨幅普遍不行 这里面有很多的渊源 一个原因是Murban的西边 像它原先是不属于Murban的 它是在1975年左右 75年到77年的时候 它并入到Murban的城市里面 所以老人的眼里面 它并不属于Murban 这是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Murban西边的话 它的Houseland Package太多了 今天我还在查Virabee的一个销售记录 它6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房子竟然没有翻倍 所以你可见 这个在悉尼其实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悉尼的话 90%的房子的话 基本上它都是会翻倍的 在6-7年的时间左右 但是Murban那个房子 就是在西边的话 就是它没有翻倍 所以我感觉上来讲的话 就是Murban的西边来讲 尽量就是不要去挑选 主要是看这个东边和北边 当然很多人跟我讲什么 这个东边的房价太贵了 然后还有甚至我之前见过一个所谓的销售冠军 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他一说一年卖50套 跟我说什么Murban的涨幅跟Turlark是一样的 后来我拿出去打他脸了 所以诸如此类的 但是如果我个人在Murban投资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碰西边的房产 我只会碰东边和北边 我看好的区域 一个北边的话 我比较喜欢Norse Coat和Sombre 东边的话 我比较喜欢Waterna和Waterna Sauce 还有Fintree Galley 这些区我比较稍微喜欢 然后的话靠近东南方向的话 我比较喜欢Bretton和Hamilton 这几个区的话 我看数据的话 无论是涨幅还是价格性价比 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区域 如果我投资Murban的话 我只投资北边和东边这边 至于说有人说什么 就买不起房子 东边房子你知道多贵吗 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说 因为啥呢 房价贵有贵的道理 再一个的话 就是说你不应该说你买不起房子 你就去买一个不涨的房子 或者涨的不怎么好的房子 你再浪费你的机会成本 对不对 所以这点也是Murban和悉尼不同的一点 最后我发现 就是说最近的话 在Murban 现在开始普遍打广告的时候 会把Price Guide 就是指导价放出去 好像悉尼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说法 还有的话 我记得WonderBid的话 在悉尼只能Bid一次 然后在Murban的话 应该是可以Bid三次 而且悉尼的话是在拍卖当天 哪怕是流拍了 当天成交 整天都是按拍卖的规则定的 就当天交10% 好像墨尼本的话是拍卖前天 还有拍卖当天和他拍卖后一天 这三天的话 基本上都是按拍卖的规定去做的 这是我网上了解到的信息 如果有什么不对 大家可以去在下面指证 这是我知道一些不同 所以墨尼本的话 我感觉相对它的中环 比如说中环离带 像什么格安威伍利 Mount 威伍利 Box Hill 这种中环离带 它相对会比内环 inner city会更popular一些 因为它的盘也比较多 但是我感觉在悉尼来讲的话 目前的热度还是集中在市区五公里这个范围 以上就是我对墨尼本和悉尼的一些粗略的见识 如果有什么不对 就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对墨尼本是去过几次 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 这是我整理出来一些信息 然后有什么不对 你麻烦你在下面执政 但有些什么卖什么house案package 卖公寓的咱们就免谈了 因为这种我跟很多很多 墨尼本的人都打过交道 就是这种中介 然后我发现 我不是说否认中介 但是感觉上来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你屁股坐在哪里 你就立场就要说在哪里 但是我感觉就是说 在墨尼本的话 我觉得投什么house案package 投什么这种公寓重生扯弹的事情 对我来说肯定是house 但在悉尼来说的话 就有些区域的公寓和townhouse是真正的可以投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